但是呢 最后还是退货了 怎么怎么搞嘛 这是烘焙师你的责任吗 还是 咖标人 今天呢 我来到了我们上海的咖啡烘焙工厂 然后从去年我们的咖啡工厂落成到现在 我还没有带大家来看过我们的咖啡工厂 那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咖啡工厂 同时呢 也认识一些我们咖啡烘焙的小伙伴 让你们看一下你们喝到的咖啡豆是怎么样烘焙出来的 Let's go 我到了我们的培训室门口 刚好中午我吃完饭还没喝咖啡 先来培训室喝杯咖啡 这边现在还有人在上课 打个招呼 这个喝杯咖啡吧 既然来到这个培训室了 那就一定要跟培训室的培训师来PK一下嘛 对吧 我们就做一个最经典的这种对流的 我们两个同时来操作PK吧 看谁做的好 到时候你们投票好不好 准备 准备 准备Shot 这个给你好不好 好的 谢谢牛老师 好 来准备吧 这个PK的氛围立马就来了 你是不是这个牛奶给我少到了呀 为了赢 我感觉我这个牛奶有点少了 我觉得这都是套路 以后要输了 我得要找个借口 来吧 弹幕打起来好不好 左还是右就靠你们来评判了好不好 目前这个观众你们就是评审好不好 左边好的就打左 右边好的 你们就打右 我感觉你的这个要明显比我的这个要好太多了 屏幕上全都是打右的 这是实力级的秒杀 哎呀 惨败 你看吗 太厉害了 牛奶少了 对 把牛奶给我倒少了 背锅 背锅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嘛 我们的样豆的这个区域 烘焙小哥正在烘样豆 AA top 整体的风味非常棒 然后现在开始烘 每天扛麻袋 很累对吧 是 这就为什么我烘不了豆子 因为真的这个上年纪了扛不起来 所以我们会先测试它的水分和密度 然后测完之后根据它的水分密度来选择一条合适的曲线来烘焙它 酸甜可口一点的 我们会稍微快一点 然后需要醇厚的可能会选择去缓慢的去烘焙它 就是有人说这个烘豆子跟炒瓜子是差不多的 这个你有何感想 对 对 对 甚至有些烘焙机的品牌 国内的烘焙机品牌 是通过瓜子机改刷的 他买了一个炒瓜子机 改成了烘焙机 原来如此 还是有一些渊源的看来 但是你觉得就比如烘咖啡豆跟炒瓜子 虽然说原理差不多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更复杂一点 那不就是你刚说的豆子汗水量 密度这些吧 然后还有各个国家的瓜子 各国家的瓜子 对 各国家的 对 就比如今天就是肯尼亚的AA POP瓜子 对 确实是 你这么一说还真的是有道理 瓜子可能要后面增加味道 我们是出来它就会每个味道都不一样 就是有的炒瓜子它会加些香料 对对 我们不需要这样 我们出来就是纯天然 我们这个样豆的话 你烘一锅大概得多长时间 这台机器的话 因为它是方便我们打热 所以它速度非常快 一般的话六七分钟就会有一锅就好了 咱们厂的所有的这些咖啡豆的曲线呀什么呀 都是先经过它来做测试的对吧 对 测试完了之后再上后边的我们的那个大机器 是吧 是的 这个东西还真的是讲究的 跟炒瓜子不一样 还是有点想闻到在这边的 现在已经闻到了它的酸甜的香气 对 很明显 那前段时间呢 我买了我们的咖啡豆的人 然后来他抱怨 他说这个我们的归下的这个风味这个咖啡 喝起来又酸又甜 然后呢给了我们个差评 这怎么搞 对呀 那这是不是你们的责任呢 就因为我们烘出来的风味突出 不管它又说又酸又甜 证明两个氛围非常的澎湃令人愉悦 但是最后还是退货了怎么怎么搞 这是烘焙师你的责任吗 还是你也不能怪消费者 可以慢慢来 可以先喝我们的牛了个牛 然后慢慢进阶 对 可能一时间适应不了 现在已经开始降温了 他一锅豆子就是现在就马上就烘焙完成 我刚才听到了那个隐隐约约的爆声 对 因为他咖啡豆少 所以说他爆的少对吧 对 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他只需要烘较少的载量 就不用去买个一麻袋 然后一锅一锅是 对 就比如如果是我们以后再上一些那种 非常高等级的非常贵的那种什么归下之类 是一公斤几千块钱的那种 用这个烘焙就很方便 对对 就不会说我用这种咱们15公斤的这种机器 一下子几万块钱进去 这还是有点可怕的 炒掉一套房 我是一直喝着感觉热风的机器它干净度上面 柔和感上面确实喝着很舒服对吧 所以说你看我们所有的这些咖啡豆的 如果在家用咖啡机碎也好 或者用手冲缆冲 它的干净度非常非常好 这个样豆就算是出来了对吧 非常非常均匀是吧 另外还有就是像我们的热风机确实是烘出来之后 你不需要特意的去养豆 是吧 你今天烘完了之后明天后天喝它也没有什么烟味 对 舒服 刚好来到了我们生豆间 我们生豆间另外一个烘焙师 然后他现在在里生的咖啡豆 然后你看像我们后边的架子上边 放的是小包装的咖啡豆 对吧 有的是抽真空的 有的呢是这种小袋子装的 这种袋子装的呢 它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因为它是品质很好的这种生豆 保存的会更好对不对 一开始是对拉花比较感兴趣 然后去打各种拉花赛 然后就发觉自己太太紧张了 我也是 我那个时候打拉花比赛的时候 手抖的真的是 当时是第一次打比赛 那肯定心里紧张嘛 那拿杯子这个手是抖的 拿拉花钢的这个手也是抖的 然后做完了之后 竟然没有撒出来 我记得跟进入那个评论 原话就说 你这么抖竟然还没撒出来 所以说确实是 就是每个人的这种 擅长的点不一样的 适合做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吧 你是比较享受 红咖啡的这种状态 对吧 确实是 要给烘焙小哥点个赞啊 你们喝到的那个咖啡 都是他扛的麻袋 小伙伴们 就是你们的每一口咖啡 都烘焙小哥的这个辛苦的劳动 没事 还帮我把去健身房的钱都剩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上架的第一款单品豆 橙花 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豆子的这个豆像 哇 这个表面这个绿油油的 然后你打开这个袋子了之后 闻起来粮食的那种自然的香 很舒服 然后呢 这个豆像也非常好 很顶级很顶级的这个生豆 另外你看这款日晒的葡萄皮 每一个豆子的豆像啊 都是粒粒饱满 好不好 你们看是不是粒粒饱满 几乎无瑕疵 品质非常非常高 然后这款日晒的你打开了之后 明显就是那种很自然的这种果皮果肉的味道 闻着很舒服 来给你们再 睡一下 哎好 这个搬运工过来了 然后呢 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环节 就是我会和这些和烘焙师来比一下 这个 35公斤的 咖啡豆 就是我跟这个烘焙小哥一起PK一下 谁抱着这个咖啡生豆 抱的时间更久一些 这个虽然说咱上年纪了 但是呢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这时间有多长时间了 我估计也就是10几秒的样子对吧 它脱落下去了 好那等一下呢 就是准备了这么一个环节啊 这个环节呢 最主要是要让大家感受一下 其实这个做烘焙师啊 它不单单是一个技术活 还是一个体力活 这个我刚才已经坚持了10几秒 好你抱稳了之后我就开始计时 好准备了啊 我还是可以的 10秒了 20秒 35公斤对他们真的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应该拿70公斤的给你们 40秒了 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呢 你看到了没 不行 53秒 准备 这是他的时间 53秒 你抱起来之后我开始计时 10秒了啊 好20秒 我这个小伙子啊 你这个50秒了已经 他们随便一抱就是 一分钟 这不会是天天扛麻袋的 是不是啊 OK好我们这个PK结束 我是垫底好不好 OK那今天呢我们的咖啡工厂的这个Tour 已经结束了我们的烘焙的小伙伴啊 烘焙的流程啊 咖啡豆的品质啊 你们也都看到了对不对 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最后呢我们的新品肯尼亚的美美子 它是一款AA套户级别的咖啡豆啊 生豆你们看了对不对 那想喝的想要尝试的一定要去试试看 那最后Coffice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